欢迎收听乐活加油站 发起人博勋 傅博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今天有一个重要任务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听到 Talk真善美的单元之外 我们就是访TEDX大敦 TEDX的模式 来让这些社会贤达人士 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这回真正的TEDX就要来了 我们先请博勋跟大家打声招呼 来 博勋好 道友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017年的TEDX的年会 尤其我们TEDX大敦 即将展开 我们这个时间是在9月份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时间是在9月16号 9月16号 9月16号 当然跟TEDX大敦 跟我们博勋认识 我记得也在去年年会之后 是 那时候没有办法供逢其胜 没有办法去听 那就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年会 到底能够提供给大家 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因为大家都很羡慕 在国外有TED的演讲 台北有TEDX的演讲 高雄也有 其实台中也是有 像我们博勋做的TEDX大敦 也是相同的形式 我先来问一下 就是说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个TED跟TEDX 它的一个差别 还有就是说 其实你要申请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办 除了热血之外 很多的限制 因为TED总部有很多的限制 博勋要不要先来讲讲这一块 对 其实在前年 我们去年办第一届 但是这整个的筹备 在前年就开始了 那时候就是因为觉得说 台中需要一个这样的舞台 而且我们也好奇说 为什么台中一直没有 就是TEDX的相关活动 所以我们就跟美国申请了 那其实跟美国申请蛮麻烦的 因为在名字的认证上面 还有它很多规章 而且我们是需要面试的 那这中间其实 你还得飞到美国去啊 没有 我们是透过视讯去面试 对 但因为有时差 所以我记得我是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起来跟对方面试 哎呀 辛苦你了 其实不辛苦啦 就是努力嘛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过程 每一次的信件的来回 还有我们在预约时间 都要大概半个月 所以前前后后就弄了半年的时间 我才拿到可以在台中办的这个资格 许可 许可 对 每次举办也都要再重新的申请 所以我们今年是 在去年年底就申请了 那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也忙了大半年的时间 才办好一档的活动 所以你看像是TED的形式的演讲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熟悉了 因为在网路上面的传播 大家也都会点进来看 对 像这类型的演讲 但在TEDX大敦这边也即将要办 九月份刚刚也跟大家讲 它的意义在哪里 为什么执着这个辛苦自己 没关系 我就是要来办这个 让我们台中人也可以享受到 高品质的这个演讲 是 TED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个理念 就是好的理念值得被传播 就是ideas were spreading 的这个理念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更想要他在台中办的理由 其实刚刚 除了我刚刚说的 就是台中要有一个这样的舞台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理念就是 从从感动从此行动 那行动力是我们一个 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 那为什么会锁定在行动力这块 就是因为 大家现在资讯很发达 大家会看到很多的书籍 杂志文章 甚至是TED的演讲 不管是现场或在现场 那我们很多时候 常常看了之后可能感动 但是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就忘记这件事情 甚至是下一次再看 觉得说 这好像是新的内容 我没有看过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我们感动了之后 并没有去行动 那这件事情就被我们忘记 所以我们更重视在行动力这块 我们希望 来到特斯大敦 听的听众 都可以感受到 讲者想要传达的理念 被感动了 被影响之后去行动 行动之后有一天 他可以再回到这个地方 成为讲者 站上这个舞台 去感动 去感动下一位 下一位听众 那这样他就是一个 良善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啊 很棒 尤其是 大家也不要担心说 听场演讲 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你如果有听TED或TEDX的演讲 在YouTube上面的话 你就发现说 他这个时间其实限制的 非常的紧凑 对 每一场的 每一位讲者 都只有18分钟的时间 在这18分钟的时间之内 他要很精准的 把他的理念传达 给台下的各位听众 而且是不是还配合 那个投影片 配合投影片 这个是 讲者他自己的工具之一 但有些讲者 他会用写黑板的方式 有些讲者就是 用讲的 看自己 看自己 但是18分钟里面 你说 我做的事情 我做18年了 哪有办法 在18分钟里面讲完 当然就是要听精华嘛 对对对 这个 所以其实 我自己是策展人嘛 那 其实策展的理念 在我这两年的心得 策展人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帮助讲者 把他一生中 很多很多的内容 去截取出精华 去传达给听众 所以我们都会很常 跟讲者说 如果 如果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你到底要跟听众 讲什么东西 那 把他的这个理念 去把它浓缩成 18分钟的精彩演讲 然后传来给 每个听众 所以我们其实跟讲者 都有很多私底下的 对焦 一次一次的去 听内容 一次一次的去调整 对 所以 非常认真来办 这一次的活动 而且 像Ted行事的演讲 我知道国内 很多啦 有热衷的朋友 他甚至有的 国内听还不够 他跑到国外去 去听这个Ted的演讲 有到 有到这个 沙烛地阿拉伯去听 有到美国去听的 是 各地方Ted的演讲 而且都是要自己买票的 对 要自己进场的 对 全部都是付费的活动 那 国外有非常多的 很棒的 讲者 很棒的内容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在台湾有很多 很棒的内容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 去接触 就是 Tedis 不管是Tedis 台北啊 或是Tedis 爱河 或是Tedis 台南等等的 其实内容都很棒 都可以到网络上面 去看他们的内容 那 选择喜欢的内容 然后慢慢的接触它 有一天 也可以到现场 来听听看 对 都是很棒的选择 现场听的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现场听的感觉 其实 我觉得 感觉会不太一样 因为你花了时间 花了成本来到这里 你会更努力的 去想要从当中 去获得一些收获 而这样的 感动会是比较深刻的 因为你在网络上面 点开一篇 其实对你来说 成本比较少 所以你的感动 可能就会比较少 像我曾经有在 网络上面 看YouTube上面 在 Ted在演讲 讲那个无人机的运用 对 那 我当下就想说 哎呀 如果我可以在现场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场 讲者的那个磁场 氛围 跟他兴奋的那个表情 是感染台下所有的人 也会 对啊 那你在盯着电脑荧幕看 有时候可能这个小朋友来 爸爸我要喝水 是 我在干嘛 而且他在现场 就秀那个无人机的技术 是 他现场就 你看这无人机 我现在可以直接用手去控制他 哇 现场演出的这个震撼感 你不用遥控器 他已经可以做到这样 达到你要的目的 甚至好多台无人机 我现在就放一首舞曲 然后这个飞机就可以开始跳舞 是 而且冲来冲去都不会被撞到 他现场在另外一个空间 就直接就展示这样 所以你会直接震撼到 就是哇 原来像的科技可以进步到这样 原来那种感动是可以这么直接 这是现场看不一样的地方 嗯 这也是我们说策展 所要去注意的细节 嗯 因为现场不光是讲者 还有现场的 比如说我们的舞台主 我们的灯光怎么投 我们的音响的声音 或是我们的座位的安排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 嗯 我们要如何让现场的能够真的感同身受 跟讲者达到同步的频率 跟他一样有同样的想法 那这件事情 呃 讲者跟我们都有责任 那他的确会跟在电脑上面看会不太一样 嗯 对 而且这些录影啦 到时候现场录影 我们还要传给TED总部 对 我们会 其实当天的内容 我们都会再传给TED总部 所以这些东西 呃 都会在 往后 被永远的记录下来 都可以被大家看到 所以换句话说 能够受邀到 TED或TEDX 尤其像是我们TEDX大墩 来演讲的话 哦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呃 这个也是我们的荣幸 其实都是 呃 彼此的 互惠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 讲者来到这边 他可以把他很棒的内容 去传达给大家 那我们也 因为听到讲者 更棒的内容 可以让大家能够呃 有所感动 然后让我们的理念 能够被实践 所以这个是呃 对彼此都好的 所以现在哈 大家就不用跑太远了 直接在台中 就可以听到 所以今年办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我们今 呃 今年的地方 其实蛮方便的 就在台中市政府的 四楼 集会堂 哇 那搭个BRT 就可以到了 搭个BRT 或是开车 他地下室 都有很多停车位 所以都很方便 嗯 好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 是9月几号 9月16号 9月16号 欸 9月16号是礼拜几 9月16号是礼拜六 礼拜六嘛 对 对不对 到时候礼拜六 刚好是假热时间 是 大家可以好好听一下 我们Tedic大尊 这一次2017年年会 不过很重要的主角 当然就是这些讲者们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呃 时间上怎么安排 讲者的部分 又怎么安排呢 讲者的部分呢 我们目前有9位讲者 嗯 那每位18分钟 然后呃 当然他还有一些 呃 互动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时间 大概是整个下午 从12点到呃 傍晚6点 嗯 对 12点到傍晚6 6点 半天的时间 半天时间 呃 所以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 哦 当然欢迎大家来购票啦 对 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经费的部分 也还是我们在办 像类似这样的演讲 Tedex的演讲 还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其实 呃 也很积极在找金主 对对对 如果大家 长期赞助 如果大家愿意成为我们的伙伴 赞助伙伴的话 就是 诶 诶 可以私下 就是联络一下 因为这是个我觉得 呃 活络台中 因为 就是找 找一些在地的来讲 所以你看 活络我们这边在地文化 我想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对 好 那 我很好奇 那 包括听众朋友可能也是 那怎么买票 买票 他是可以从 中午就开始听 听到下午是整场 还是我是一场一场买的票 我们是 就是 套票 就是 你买一张票进场之后 所以听九位奖哲 完整的一个内容 吃到饱 对 吃到饱 那你会听听 你想要先离开 你就可以先离开 对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听完啦 因为 没有 离开之后 然后可能再回来 也可以这样 是是是 对 也可以盖个章再回来 盖个 盖个章 是 那九位奖哲其实都蛮精彩的 我们这一次 应该说我们每年 我们每年的讲者都是 非常努力的在 跟讲者对焦他的内容 所以其实每一个内容都很精彩 我们要先进广告 稍待一下回来 我们要请我们 这个TEDX大敦的发起人 也是我们策展人 博勋 傅博勋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次2017年9月16号 要举办的年会 我想大家非常期待 那邀请到哪些讲者 那又有哪些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跟大家来报告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我们的乐活加油站 今天为大家来 邀请到的是我们 TEDX大敦的策展人 发起人傅博勋 跟大家来聊聊 在9月16号 即将展开的 TEDX大敦的年会了 那这一次呢 我们当然听到 我们这个节目播出 你就可以去买票了 买票的管道是怎么样 其实只要上网搜寻 TEDX DADUN TEDx大敦 你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收票的资讯 好 直接这个搜寻引擎 打一下TEDX大敦 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一次的讲者 我想就是重点了 那有没有请博勋 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我们邀请到讲者 还有他们有哪一些故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跟往年一样 我们邀来的讲者 都是非常多元的 那包含这次有 王玉琳导演 王玉琳导演 他是父后七日的导演 那也有薰衣草森林的创办人 我们的林婷妃女士 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讲者 那今天可能 不会一一提到 那包含是我们还有 台湾宫市的文化局 目前的局长 我们的陆寒秀先生 对王志诚先生 对那还有 还有就是 有一位歌手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 歌手 歌手 对他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这次他能来 我们也很开心 他是Tank Tank Tank 就是吕剑忠 对那 他的话 我觉得 虽然没有再发片了 但 他 会 会 会邀他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他 他 这几年 就是 曾经有一段 有一段 很 很低的低潮 对那他怎样 透过他的方式去 重新的回到这个舞台 然后重新走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想要 传达给 就是各位听众的内容 对 其实他有他 大家看他 他光鲜亮丽 艺人 的一面 但是有时候 这个心理上面 或者遇到压力 他该怎么办 他愿意把这些东西 讲出来跟大家分享 也很不容易 是 是 所以 每一位讲者 其实都有 他的人生故事 那这些人生故事 都会在 9月16号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之前也在我们 这个 TALK 真赛美里面 微笑念歌团 对 微笑念歌团 那他当天也会表演 当天也表演 当天也表演 他们是念歌嘛 那之前有听 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 听众朋友就会知道说 念歌其实是个 非常酷的一个 台湾的 传统的一个 说唱艺术 对那 当天他会结合一些 比较新的 一个演绎手法 然后在现场做表演 其实 很重要就是说 在18分钟里面 大家的时间有限 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 这么精华的内容 透过时间有限的 限制里面 我要把它表现出来 而且让听者 能够有兴趣 而且能够完整交代 我的理念跟想法 这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 简直就是你这样 一系列听下来 你没有办法离开 是 其实他都是有 他都有他自己的结构 每个江泽都自己的结构 然后包含我们整个活动 都有一定的铺陈 都有一定排序 所以其实是 很难就中断说 我要离开 然后再回来 可能感动的线被断掉了 辣掉了怎么办 对 对不对 或者是听到一个故事 大家在这边 回来的时候 好感动 哪一段哪天 糟糕 我刚刚去了哪里了 对 所以 真的很建议大家 就是当天到现场来 才能够感受到 那样的氛围 那 不过 如果当天 真的没有办法到现场 或是 其他县市的朋友 其实我们当天也有直播 可以在线上 就是收看我们 当天的活动内容 所以我们集会堂 台中市政府的 集会堂的 这个场地 也非常好 而且他能容纳的人数 也不少 对 所以欢迎大家 踊跃的上网 来搜寻一下 TEDX大敦 来参加这次的 2017年 TEDX大敦的年会 来亲身体验一下 TED的演讲 就在你面前的这种震撼感 跟感动感 所以要问一下 博勋 你自己身为策展人 发起人 你当初是因为 听到了某个演讲 还是说 有谁的分享 感动了你 然后回头看看台中 我们台中都没有 没有这种故事 或者没有这样的舞台 所以我来做 我来做申请 我去跟美国谈 让台中的人 可以想到 TED演讲的舞台 当初你是怎么感动到的 其实 会变成这样 我也是不知不觉的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听TED了 那感动我的影片 当然很多 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会自己来办 那 不过 因为我 其实是从大陆回来的 那我回到台中的时候 我发现说 台中的发展很快 可是 跟一般的市民大众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并没有产生连结 就是台中的发展很快 可是 大家都还是在 就是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有个舞台 让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能够被大家看到 而且这个舞台是有渲染力的 那不是很棒吗 所以 我才 因为朋友的鼓励之下 去申请了这一个TED 然后才在台中举办 这什么坏朋友 他干嘛不自己来做 这么麻烦的事 对不对 还得找金主 还得跟美国申请 还得半夜跟他在那边视讯 你觉得我可不可以 然后 好辛苦 要去找讲者 想哽 找题目 跟他们re稿 这个re稿可不容易 不是上综艺节目 随便讲有个效果 不是 这每个真的都是 那个稿子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很难的 我们曾经听过有讲者 他要上台之前 他讲了超过两百次 才上台去讲 对 那所以 你看重视的程度 对 那曾经 曾经有讲者 因为他讲超过18分钟 所以他发公开信道歉 所以其实 大家都非常重视 这样的舞台 那我们也 我们也非常的重视 这件事情 所以 不断的对焦 是一定要的 那我们也花了 大半年的时间 做这样的事情 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大家也很好奇 可以问一下博讯 为什么是18分钟 不是19或20 不是15分钟 为什么就是18呢 其实都是经过 科学的统计之下 大家能够吸收的时间 大概就是18分钟 对 所以我们会建议 如果大家有在 办演讲的习惯啊 其实不用太长 不用两个小时 很长的演讲 其实真正的精华 大概在18分钟内 大概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 很精彩的演讲 你可以去上TED去看 很多精彩演讲 其实12分钟 13分钟就讲完了 那他也不会说 什么东西没有讲到 或是辣掉 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时间 该讲了讲完 他就结束 对 所以18分钟 是一个人 在听一个演讲 听人家讲话 可以聚焦的时间 是 超过了18分钟 他就已经 已经涣散掉了 对对对 内容就发散掉了 所以我们节目 是不是也该做18分钟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一段 才讲9分半 应该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所以 希望大家一起来 体验一下 TED的精神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精神 在台中来发光发热 也需要台中 在地的朋友 一起来支持 当然支持不够 你还要来参与 对 参与很重要 参与是给现场的讲者 跟我们的一个 很大的鼓励 当然也是 去启动自己 去行动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萌芽的种子 你来到现场 你就有更多的可能 对 因为你买这一张票 其实不贵 其实不贵 几百块而已 但是他说不定 透过这一张票 是你人生改变的一张票 对 其实我们在这之前 有办过很多的小活动 那其实我们就有获得 很多感动的回馈 因为像有一位参加者 他说他当时待的工作环境 他不是很开心 那他一直很犹豫 要不要离职 不过他参加我们活动之后 过没多久 他就提了离职信 然后他就离职了 这个就是改变的起点 给他勇气 对 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离职 不是每个人都要离职 但是他能够决定了某些事情 然后或许去追寻另外一个梦想 是 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改变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 一直以来都希望大家带给大家的 对 而不是老是在一个环境里面 每天骂呀骂呀 那你去改变啊 对 所以行动很重要 行动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 那包含说我们自己在策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都会要求大家说 我们要去做 因为我们要别人做 我们自己不做 我们很难 所以有些讲者 我们有时候在想说 嗯 我们要他他会来吗 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不做怎么知道 要要吗 要试试看 要嘛 对 所以其实 呃 我们现在看到的 讲者 是真的是我们 试过非常非常多次去排的 有很多的讲者 我们大概被拒绝了五次 才会被就是 哦 对 你还不止三顾茅庐耶 对对对 我们很多都是被拒绝了 然后再敲 被拒绝了再敲 哇 对 所以9月16号 2017我们台中 TEDX大墩的年会了 我想非常难得 也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到场支持 来听听看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下午 那购票讯息呢 大家可以上网 或者是Facebook 就直接搜寻 TEDX大墩 是 就可以了 好不好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下午 因为我们12点到下午6点钟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 是乘 乘 对 为什么是乘呢 因为 起乘转合的乘 起乘转合的乘 那因为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沾 沾望的沾 那它代表的是一种 呃 去设定目标的概念 我们去设想未来 我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去年的主题是叫做沾 那我们今年呢 就是沉寂的这个沾 那因为呃 你设定了目标之后 你会有从0到100的过程 那这0到100的过程中 沉这个字很重要 沉代表着传承的意思 也代表着承受的意思 你会承受非常多的压力 在你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那你也会承接非常多的呃 期待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沉 嗯 对 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城呢 把它接起来 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也可以 就是接住这颗球 对对对 我们抛球给你 那你要接住啊 大家一起来接 今年TEDX大顿 给大家的一个 很棒的礼物啊 那我们就现场会场见了 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呢 呃 一起来参与啊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策展人 傅伯勋 伯勋 谢谢大雨哥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